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家夏天一定會吃的一道菜 它其實是主食啦 就是日式蕎麥麵 那首先我們先做溫泉蛋 這邊是1000cc的滾水 那你要倒300cc進來 然後你把蛋記住不要直接放進去 因為它很容易破 所以你把它安安穩穩的 把它往裡面放 放進來 大概泡7分鐘左右 那這邊是滾水 我們現在來煮蕎麥麵 蕎麥算是粗糧啦 所以它其實對身體非常非常好 好 蔥把它放在上面 那我習慣性會放一點七味粉 然後呢 放點芥末在這邊 好 那接下來來做醬汁 來 三大匙的醬油 兩大匙的味醂 然後清酒一匙 味道是濃重的 所以說你這邊你要準備一個 冰的礦泉水 一 二 十二左右 就是三湯匙的醬油 兩湯匙的味醂 一湯匙的清酒 十二湯匙的冰水 就可以把它往裡面放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處理麵 麵它一樣在這邊煮的時候 你要先準備這個清水 重點就是這兩個清水 跟待會有一個冰水 這兩個是很重要的 你把它撈起來 往冷水裡面放 這個步驟很重要喔 重點就只有這個步驟 好 接下來乾淨的手 上進來開始揉它 就像搓抹布一樣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我們在煮麵的時候 熱度是由外往內的 所以說你的那個 蕎麥麵的外面 它其實是有澱粉 所以它會讓你這個澱粉 影響這個麵的口感 好 現在溫度有點上來了對不對 再移到這邊來 這是第二次 你可以看 明顯看到 水這個地方是呈現濁的狀態 這就是外面的蕎麥粉 已經被你洗掉不分了 好 第二道步驟 一樣 搓它 你去撕它 它不會斷 你不要怕 好 溫度稍微又有點上來了 最後一個 這我剛剛有放了冰塊 但已經溶掉了 但是這個步驟是最重要的 現在把它拿起來 往這邊 它的這個麵呢 就會因為冷水 而且是冰水 它會收縮 待會你所吃到的 這個麵它是非常非常的有彈性 基本上是跟你在 你去日本遊玩的時候 吃到的蕎麥麵是一樣的 好 現在就把蛋拿出來 因為已經七分鐘到了 好 有沒有 它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溫泉蛋 你這邊一劃開來 它就破了 把它放進來 這邊也是把它放進來 好 這個就是待會你要吃 就是日式涼麵 旁邊的醬 最後這個是海苔絲 把它放在上面 今年的夏天 就靠它了 為了爭麵子 這個絕對不會讓你失望